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视频 巴西间谍丑闻 博索纳罗父子遭搜查 双弹何必绝杀俄军 美首度证实 曾狂冠五一刀 对冲基金巨头停止赞助哈佛 大学毕业生年薪周位数不到6万 但这所大学翻倍 陷入募兵危机 美军缩水后果严重 请大家收看 巴西间谍丑闻 博索纳罗父子遭搜查 RFI法广 在巴西 博索纳罗父子遭到了间谍丑闻的调查 据报道 巴西联邦警察已经对现任总统博索纳罗 和他的三个儿子进行了搜查 这起丑闻的起因是 博索纳罗的前盟友和前司法部长塞尔吉奥 莫罗在去年辞职后 指控博索纳罗干预司法系统 并泄露了一些相关的信息 这引起了巴西联邦警察的兴趣 他们开始对博索纳罗和他的家人进行调查 调查的焦点是 博索纳罗的三个儿子 弗拉维奥 卡洛斯和爱德华多 他们中的两个人是巴西议会的成员 而另一个人则是巴西驻美国大使 据报道 调查人员怀疑他们涉嫌洗钱 贪污和非法资金流入等罪行 博索纳罗本人也被怀疑参与了一些不当行为 包括耐用职权和干预司法系统 如果这些指控得到证实 他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包括可能被弹劾 这起间谍丑闻引发了巴西国内的政治动荡 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对调查表示愤怒 认为这是政治迫害的一部分 然而 反对派则认为这是对腐败的调查 应该追究责任 巴西联邦警察表示 他们将继续进行调查 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 这起间谍丑闻的发展将对巴西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的总统选举 双弹何必绝杀俄军 美首度证实 网友 美国政府将向乌克兰交付高精准度的陆射小直径炸弹 预计最快将在1月31日前移交 这种炸弹由美国波音公司和瑞典国防企业申保共同研发 可以由乌克兰的M270或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发射 射程超过150公里 这种炸弹具有高精确度和抗干扰能力 可以摧毁装甲车辆 美国官员表示 这种炸弹原本是战机斜挂的滑翔型炸弹 但由于乌克兰没有战场制空权 因此被改装成火箭弹 这次交付的炸弹是美国去年宣布援助乌克兰的一部分 曾狂捐5亿刀 对冲基金巨头停止赞助哈佛 网友 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格里芬 Kaneth Griffin表示 他暂停向哈佛大学捐款 原因是该校陷入反犹太主义风波及校长面临领导危机 格里芬曾向哈佛捐赠超过5亿美元 但他表示在哈佛恢复教育年轻人成为领导者和问题解决者之前 不再对支持该机构感兴趣 格里芬表示 他对恢复捐赠持开放态度 但强调哈佛必须改变其使命追逐方式 格里芬旗下的对冲基金 Citadel在2022年的收益达到160亿美元 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 大学毕业生年薪周位数不到6万 但这所大学翻倍 网友 根据Degree Choices最新研究 全美最富有的大学毕业生来自麻州 受过大学教育者平均年薪为59,862元 康乃迪克州和新泽西州紧随其后 加州是第一个上榜的非东岸州 排名第四 加州理工学院的薪资中位数 在全美大学校友中最高 这项研究使用大学计分卡 并收集了5500所院校大学毕业生毕业四年后 收入中位数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 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薪资高 可能与其培养了约15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有关 加州的平均年薪为58,551元 而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生的薪资中位数最高 为139,418元 紧接之后 排名前十的州是内华达 马里兰 罗德岛 新罕部下 华盛顿和特拉华等州 研究作者表示 多岸地区的大学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面临竞争 因为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机会更加经济实惠 陷入募兵危机 美军缩水后果严重 网友 近年来 美国军队面临着募兵困难 招募率持续下降 志愿军队的人数和合格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据美国国防部人士与战备事务代理副部长瓦奇拉尼表示 2023年财政年度募兵不顺 零年部队将只有128万4500名现役军人 这使得美国军队的军事实力处于薄弱状态 美军缩水的后果严重 可能招致中国的侵略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4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数报告指出 美国军队的现役成员规模只有其应有规模的三分之二 远低于满足两个重大地区冲突标准所需的水平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艾尔布里奇·科尔比锦告称 如果不积极壮大军事实力 美国可能在可能围绕台湾的地区战争中被中国击败 造成募兵困难的原因多种多样 包括美国国内的低失业率 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缺乏条件 合格的新兵等 此外 Z世代对政府和大公司等机构的信任度较低 越来越少遵循传统生活和职业道路 军人家庭的子女通常占据新兵的大多数 但这种传统正在受到挑战 此外 美国军队的公信力也在下降 很多人不认为参军是一个好的选择 为了解决兵荒问题 五角大楼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 包括提高入伍奖励金额 上调士兵薪资 推出补习课程等 然而 军队需要更多的宣传工作 加强向公众宣传服役的重要性 同时 美国国会也需要通过更多立法 来帮助军队去政治化 保护退伍军人的利益 并向公众普及军队的作用和保卫美国的使命 解决募兵危机 需要一种美国精神和道德基础的复兴 使军队成为美国民族性格的典范 迁据到全美这五个平价州 还有钱可拿 网友 近年来 一些位于全国中央的州 郡和城市面临着人口流失的问题 为了吸引人才迁入 这些地方政府纷纷提供搬迁红利和其他福利 以下是五个具有吸引力的搬迁方案的州 一 西维吉尼亚州 州政府计划提供一万两千元的搬迁红利和一年的免费户外活动通行证 某些城镇或地区还额外提供补贴 总计可获得2万美元 西维吉尼亚州的房价中位数约为15.7万美元 二 奥克拉荷马州 土耳沙市的房价中位数约为19.7万美元 市政府推出的 Tausa Remote计划 为愿意搬到当地的远距劳工 提供一万人的搬迁补贴 三 肯塔基州 肯塔基州是全美最负担的起的五个州之一 强生郡和欧文斯部落镇都为愿意迁入的远距劳工提供红利 四 印第安那州 印第安那波利斯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 但房价仍保持在22.7万美元左右 马里昂和安格拉等城镇都为迁入者提供现金红利 最低从5000美元起 五 堪萨斯州 搬到堪萨斯州的新住民可以申请个人所得税豁免 该州的房价相对便宜 托皮卡等城市提供最高1.5万美元的补贴 这些州提供的搬迁方案和房价相对较低 对于远距劳工和其他人才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欧盟之后 美也要出手了 网友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梅蒙多警告称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他表示 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收集了大量关于司机 车辆位置和周围环境的信息 美国不希望这些数据流向北京 此外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亚洲国家的汽车 征收额外关税 并采取单独措施保护美国人的个人信息 雷蒙多的言论表明 美国越来越关注从国家安全角度审视长期以来 构成经济竞争力担忧的行业 其中包括电动汽车和计算芯片 欧盟也在调查 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行为 蓬佩奥太敢说了 网友 前美国国务卿迈克 蓬佩奥在一次听证会上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和影响 称其行为是真正邪恶 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本土展开的行动严重损害了美国的自由民主根基 蓬佩奥还表示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是全方位的 包括在资讯和网络领域 对美国的年轻一代造成了深远影响 蓬佩奥特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州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称北京不断加深与美国州长的联系 他警告称 中国政府对美国地方政府的影响令人担忧 并用邪恶一词来形容中共试图渗透美国地方层级的工作 蓬佩奥还强调 华盛顿官员和北京的交流在习近平上台后逐渐失去实质效果 同时出席听证会的前国防部长莱昂 帕内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他认为习近平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美国的稳定 致力于建设一个侵略性的中国 帕内塔还指出 习近平与上任时已经完全不同 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他的领导下变得更弱 从而使他的危险性增加 总的来说 蓬佩奥和帕内塔在听证会上 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和影响表示了强烈的警告 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美国各个层面进行工作 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他们呼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警惕 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不受损害 美公布恶名市场名单 微信淘宝拼多多上榜 网友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了2023年的恶名市场名单 中国的微信 淘宝和拼多多等平台上榜 报告指出 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假冒商品来源国 名单中包括39个网络市场和33个实体市场 这些市场据称涉及大量商标假冒和版权盗窃行为 被点名的实体市场来自包括中国越南 印度和菲律宾在内的18个国家 报告还指出 中国假冒商品的数量占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在2022年查获的假冒商品的60% 报告鼓励中国加强执法行动 以应对实体市场假冒商品销售的不断变化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强调了 假冒商品对工人 消费者和小企业的损害 以及打击假冒商品贸易的重要性 这是USTR自2006年首次发布 恶名市场名单以来的第17次发布 利好华人HEB工作签证抽签规则大改 网友 美国移民局宣布改变HEB签证抽签规则 将以申请人为准进行抽签 以打击一人多抽和滥用抽签规则的情况 过去 一个申请人如果有多个公司的offer 可以以公司为单位递交多份申请 增加重签概率 新规则要求每个申请人只能提交一份申请 重签概率相同 此外 每个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 必须提供合法的护照或其他有效旅行证件 移民局还公布了明年开始的申请费调整 其中HEB注册费上涨最高 暴涨2050% 移民律师认为这次改变 对于大部分申请人是好的 可以减少投机取巧心理 提高抽签的有效性 并打击一人多抽的情况 移民局表示 这个决定可以提高受益人或申请人 在申请注册阶段的公平性 打击诈骗并提高处理案件的效率 夏威夷遭破化学液体 中国籍女教师伤情曝光 网友 根据最新的起诉书 中国籍女教师在夏威夷街头被破化学液体 伤势严重 可能永久性毁容 嫌犯被控二级谋杀未遂和一级袭击罪 女教师是一名中文教师 来自山东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嫌犯是一名29岁的男性 之前就有犯罪记录 据悉 女教师已经恢复了意识 但因为插管无法说话 夏威夷中华总商会正在为她筹款 谷歌工程师杀妻案 有 曾羡慕陈丽仁夫妇 网友 加州圣克拉拉的中国籍谷歌工程师杀妻命案 引发西谷华人社群关注 据三联生活周刊采访的陈丽仁 与死者于轩一的大学同学和邻居朋友透露 陈丽仁和于轩一是在美国读硕士时才走到一起 两人在清华大学本科期间交集很少 各自有稳定的交往对象 陈丽仁自幼自信 活泼 外向 而于轩一则被同学形容为高棱女神 两人在硕士期间开始了恋爱 并在西谷买房组建了一个双马农家庭 他们的房子位于圣克拉拉山古道 附近是一个华人居住的社区 大部分居民都是年轻的互联网从业者 然而 社区里的邻居之间关系松散 因为背景和职业的差异 平时交流很少 杀妻案发生后 社区居民感到特别难过 因为他们与陈丽仁和于轩一的背景 生活环境和兴趣爱好非常相似 这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弹劾 网友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 推进弹劾国土安全部部长 亚利杭德多·马约尔卡斯的程序 弹劾指控包括故意和系统性的 拒绝遵守法律和违背公众信任 这将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 第一次弹劾一位内阁部长 弹劾可能最早在下周送交众议院全任表决 但共和党人是否能够争取到足够的多数票 尚不确定 马约尔卡斯否认指控 并敦促委员会与拜登行政当局 合作更新移民法律 有关加强移民法律的谈判在国会陷入停滞 震惊全美 宾州男子获得22.5亿美人赔偿 网友 一场重大的裁决结果 使得拜尔公司不得不支付22.5亿美人的赔偿金 原告约翰·麦基维森声称 他的白血病是使用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 Rondock的结果 麦基维森的律师声称 孟山都公司对产品的危险性没有警告 导致约翰患病 然而 孟山都公司坚称Rondock不会致癌 并表示这一判决与科学证据和监管机构的评估相冲突 此前 孟山都公司已经面临了一系列与产品致癌性有关的诉讼纠纷 这场判决可能会对公司造成更大的影响 这起裁决引发了对于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过高的争议 尽管陪审团常常站在原告一边 判给他们巨额赔偿金 但法官往往会减少这些赔偿金 认为数额过高 然而 这次的22.5亿美人的赔偿金判决 使得人们开始质疑陪审团的决策是否合理 有人认为法律应该倾向于弱势群体 但如此巨额的赔偿金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 这一判决还引发了对于拜尔公司未来的担忧 拜尔公司表示他们将继续销售Roundup 但是否能够承受更多的类似诉讼仍然未知 尽管目前对于Roundup的致癌性仍存在争议 但世卫组织和其他机构的研究已经提出了草干令可能致癌的可能性 这一判决可能会对制草干令产品的销售和使用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 该案也引发了对于公司责任和产品安全性的更广泛的讨论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这起案件都将对相关行业和公司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 打箭在弦上 拜登已决定如何回应 网友 总结 约旦美军基地遭侵伊朗民兵无人机攻击 造成美军三死和至少34伤 拜登总统表示已决定如何回应 并表示伊朗因为这项攻击负责 因为他们提供武器给发动攻击民兵 拜登正在考虑多重行动而非一次性行动 他表示美国在中东不需要范围更广大的战争 白宫官员表示美国不希望和伊朗开战 拜登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从事竞选活动时向记者做上述表示 但未详述他的决定 拜登自约旦美军基地遇袭后一直在权衡各种选项 外界预期美国将发动报复性攻击 但回击的时间不明 CNN报 习近平对拜登做出另外一个承诺 网友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独家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中表示 中国不会干预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此事在习近平的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会晤时再次得到确认 这份报道揭示了美中官员之间未公开的对话内容 自从俄罗斯在2016年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外部势力干预选举一直是美国官员关注的焦点 尽管俄罗斯一直是最积极的干预者 但中国的态度也在逐渐积极 特别是对美国选民和候选人 根据报道 中国官员的目标是强化美国社会的分裂 通过网络攻击和虚假社交媒体账号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和舆论 美国情报部门和微软都发出了警告 尽管中国表达了克制的意愿 但中国黑客仍然具有影响力 过去几个月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公开警告 中国的网络间谍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中 如果中国侵略台湾 他们可以干扰美国的军事反应 为了打击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中国黑客 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合作 并通过法院命令采取行动 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外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新行动 但美国官员已经做好准备 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外国势力 可能会尝试通过宣传、网络攻击或其他方式来干扰美国选民 美国前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设施安全局局长克瑞布斯表示 美国面临着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混乱环境 这给外部干扰者提供了机会和动机 此外 今年选举面临的影响力行动将不同于以往 因为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单语更加复杂 突传美中国招 美方遥控大劫 网友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政府最近几个月来 一直在打击一个名为沃尔特台风的中国黑客团体 这个黑客团体曾成功侵入成千上万台 由互联网连接的设备 包括关键基础设施 美国司法部和FBI已获得法律授权 并遥控瘫痪了部分黑客的行动 拜登政府之所以加大打击黑客行动 是因为担心外国可能试图破坏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 以及论索软件给美国公司造成的严重损失 情报官员认为 沃尔特台风是一个规模更大的黑客组织 可能是入侵西方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由于黑客行动范围广泛 美国政府与多家私人技术公司举行了会议 要求技术公司协助追踪黑客行动 此类黑客行动可能会让中国破坏印太地区一些重要设施 对美军行动提供支援 美国官员担心 黑客行动可能试图在中国入侵台湾时伤害美军 中国外交部曾表示 有关中国黑客的指控是美国等五眼联盟的虚假信息战的一部分 报道还提到沃尔特台风黑客首先掌控不设防的数字设备 然后袭击更敏感的目标 这些系统被称为僵尸网络 让网络安全人员无法察觉 政府和黑客犯罪集团常常利用僵尸网络来隐藏自己的行踪 为何多名中国人被美家具入境并驱逐 当心三因素 网友 近期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读书移民的担忧再度加剧 报道显示 许多中国留学生被拒绝入境 甚至有中共官方背景人士被驱逐出境 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拒绝入境的原因的关注 首先 留学生被拒绝入境可能与他们涉及敏感领域或发表不当言论有关 美国近年来对中共的威胁有所增加 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限制中共对美国的渗透 这包括限制中国研究生在美国读书 加强对留学生社交平台言论的审核 以及对有中共背景移民的限制 因此 如果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中含有敏感资料或言辞 或者隐瞒真实身份被拒绝入境就不足为奇 其次 一些中国人被拒绝入境是因为他们是中共党员或对中共认识不清 有报道显示 一些中国人因为中共党员身份或对中共认识不清而被拒绝入境 这些案例不乏先例 甚至有人因为隐瞒共产党员身份而被吊销绿卡并被引渡回中国 美国移民局明确规定 共产党员或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 如果申请移民都不会获得受力 近年来 美国对这一点的审核越发严格 申请人一旦承认共产党员身份 又不能提供合法的退党证据 就很有可能被拒绝申请 最后 曾为中共效力的官员和公务员移民困难 一些曾为中共效力的官员 公务员在退休后申请移民美国或加拿大 但随着美加对他们背景的审核加强 他们的移民梦可能会破灭 例如 前数被加拿大拒绝的中国籍女子和男子都曾在中共侨办工作 事实上 侨办是中共在海外的得力帮手 是帮助消除挑战中共权威的组织之一 在美加对中共通过统战对本国渗透越来越关注之后 相关人员移民美加注定十分困难 总之 近期中国人被美国拒绝入境和被加拿大驱逐的事件 可能与他们涉及敏感领域 中共党员身份或曾为中共效力有关 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拒绝入境的原因的关注 也提醒中国人要远离中共 以免受到不利影响 同时 这也是美加对中共威胁的回应 谷歌清华夫妇事件别墅内景曝光 一地鸡毛 网友 谷歌工程师陈丽人杀妻案再次有了进展 案发当事人陈丽人和王妻余生的婚纱照被公开在了网络上 陈丽人是谷歌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个人条件出类拔萃 她的婚姻生活在几年后以悲剧收场 令人震惊和痛心 这个案例引发了对于聪明人的道德底线和内在素养的思考 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象 许多女性存在物质主义思想 更看重对方的条件和身家 但是 真正的幸福应该选择内在优秀而非外在富有的伴侣 陈丽人多次以精神状态为由拒绝出庭 但法律在制裁犯罪时应该公平公正 对任何人一视同仁 希望通过这起案例能引发人们对于道德 婚姻 法律等方面的思考 北京机会来了 美欧灭期就要完结 网友 拜登政府继续推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给欧洲带来了惊讶和担忧 拜登对中国获取美国技术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 排除了欧洲公司在支持美国制造业的补贴举措之外 欧洲人担心 如果川普再次上台 他可能会放弃乌克兰和北约 并给全球贸易带来混乱 欧洲外交官和官员们正在思考 欧洲能否继续依赖美国支持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 或者欧美将面临经济冲突的可能性 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世界观相似 使得欧洲对美国的经济政策越来越感到失望 拜登政府将不受约束的全球贸易 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并警告说这可能掏空了美国工业基础 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 欧洲人担心 美国的做法让中国得以在重要行业中占主导地位 欧洲官员警告称 美国与中国的竞争让欧洲受到持余之殃 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美国暂停了对欧洲钢履的关税 但并未永久中止 去年给欧洲金属出口商带来了数亿美元的成本 拜登政府还推出了通胀削减法案 为清洁能源产业提供税收减免 吸引外国公司在美国设厂 这引发了欧洲的不满 他们担心自己的清洁能源产业处于不利位置 并吸引投资资金从欧盟抽离 此外 美国和欧盟就国际税收规则进行商讨 如果协议破裂 欧洲威胁要对美国公司征收薪税 引发了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总的来说 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经济关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拜登政府继续推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给欧洲带来了失望和担忧 欧洲人担心川普再次上台会放弃乌克兰和北约 并给全球贸易带来混乱 双方在贸易和税收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剧 可能会导致经济冲突 在当前世界局势下 欧美的团结一致对于维护全球经济秩序 和应对威权主义的挑战至关重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